3月1号开始香港正式对离境人士携带出境的奶粉数量进行限制 限购令的出台除了对网购奶粉造成影响 在深圳市港版奶粉销售店里奶粉的价格已经开始大幅的上升 哇 这口味又涨价了吗 没有啊 一直是这个价格啊 这是进口的啊 这是进口的 这是香港的啊 广州分张 这边没有港版的 在香港湾展一间万营连锁药房 有大陆游客和香港市民在排队抢购奶粉期间爆发冲突 哈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主题人嘉嘉 记得我刚刚出世的时候 无论妈妈多忙都会坚持用母乳来喂养我的 所以我现在就生得亭亭欲了 青脸白正了 不过现在也有些妈妈会直接用奶粉来喂给我们小朋友吃 就好像我们节目开头的短片当中 不少的大陆妈妈就去到香港疯狂地抢购奶粉回来 喂给他们的小朋友 但是与此同时呢 在深圳也有一帮妈妈 伸着比肩尼出来说 一定要坚持喂母乳给我们的小朋友 那面对着这两种的喂养方式 你更加支持哪一种 而哪一种呢 又对我们的小朋友健康成长更加有利呢 应该母乳吧 母乳比较好 为啥啊 听人讲营养多点啦 出生一个人肯定是母乳比较好 当孩子六个月或者一岁以后呢 可能母乳的质量不知道是不是那么好啊 喂奶好了 人工喂奶 人工喂奶就健康一点啦 就算是这个吸收能力比较强一点啦 就好一点啦 当然是母乳好吗 为小孩好吗 母乳的话 因为前半年之前的话 母乳里面有一些抗体的 对于小孩子来说 抗体可以保护小孩子 增加一下抵抗力 然后小孩子不用生病嘛 所以小孩子是好的 而且母乳里面 它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的防护剂啊 也没有不安全的因素 你像奶粉的话里面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 毒奶粉太危险啦 是母乳在奶粉嘛 当然是母乳啦 我觉得还是喝母乳比较好 因为小孩体质长得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壮实不容易生病 通过采访我们发现 几乎所有人都说母乳更加有营养更加健康 但与此相反的是 无数大陆人在香港控抢奶粉 那不疼这两年的年轻妈妈 依难奶粉喂养小孩的都是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生下来的孩子没有奶 或者是母亲身体有疾病 就是那些人呢 有些人呢 就是说喂奶呢 就是一个身材啦 有些是估计我美貌啦 保持身材 然后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 没有母乳啦 要不然就是 怕自己身材走样啦 因为很多可能是女人想要身材好一点嘛 或者说她有一些工作比较忙嘛 也不没人带小孩嘛 她肯定就喝奶粉比较好一点 那些妈妈没时间喂 或者是她本身 自己的母乳或者不捉啊 或者是怎样啊 都可以有很多方面的 通过调查员的再次采访知道 选择奶粉喂养有很多原因 但一般不外乎这几个 第一点女性担心身材会变形 第二点因为没时间需要上班做事 第三点认为奶粉喂养更为生 那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 母乳喂养会导致身材变形呢 调查员请教了出业的辅产科专家 原来母乳喂养不单止不会影响妈妈的身材 而且还有利于恢复自己的身材 并且科学研究表明 一次母乳捕育可以消耗五百千卡的卡路里 相当于是标准的游泳池 由三十圈所消耗的热量 通过街坊我们就可以知道 之所以现在有这么多人用奶粉代替母乳 喂给我们下一代吃是因为方便 无论何时何地 什么水都可以用奶粉来喂给我们的宝宝 这样就不需要担心 妈妈离开了我们宝宝一段时间之后 会饿成个宝宝了 这个就是我们奶粉的优点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喂奶粉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呢 一瓶的话初期的话可能要四百多 如果好的话便宜的话也要两百块钱 很贵的 喂奶粉有些什么容易上火一点 一瓶奶粉现在基本上都两三百两三百 通过采访知道原来奶粉暴育虽然有着很多优点 但同时都存在很多不足的 比如费用高配方奶和母乳相比 价格在调制配方奶的时候 还要特别注意婴儿是否适合了足够的营养素 那是否除了这些缺点之外 就没有其他地方呢 就是母乳里面还有一些抗体 那免疫物质可以提高下来 母乳为养的话一般来说是 只要是纯母乳为养的话 一般的半年之类很少得病 它有一个抗体在里面 但是你这个牛奶的话 它是经过这个 就是说这个配方工艺了以后 它的这个抗体的免疫物质都是被破坏 通过专家的采访得知 奶粉暴育的不足主要表现 在奶粉中缺乏人体所需要的抗体 而且配制的时间比较长 还有最重要一点 就是无法保证毛菌 现在我手上就拿着三个不同的奶罪 这些奶罪用的时间也有长短的 他们就在我们的忠实粉丝家里搜集 这些奶罪每天都跟我们的宝宝亲密接触 上面的奶嘴上会不会含有细菌呢 我们马上送去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检测人员分别把三个不同时期的奶浸奶嘴 放入到无菌水里进行清洗 然后对清洗奶嘴的水分别做了细菌数量的检测 检测结果发现奶嘴的菌落重数不是很多 而且三个不同时期的细菌数量是相差不大的 那么BB的奶杯到底是不是需要更换的呢 奶瓶的卫生的话就是说 这个配奶之前 那你一定要就是说这个配奶的人 就是洗手 洗手 消毒 然后这个奶瓶的话 一定要就是说经过这个热水 一般奶瓶的话就是说是开水 就是可以打到这个沙群消毒的目的 要把这个奶嘴和奶瓶重新做个清洗 所以说呢在喂奶给我们小朋友喝的时候 奶瓶的卫生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奶瓶的卫生重要之外 我们冲奶粉又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那冲结了又或者是冲淒了 对于小朋友来说又有没有什么影响的 我们去买一问专家了 本来你应该用这个一勺奶粉 但是你用了这个半勺 那如果你存这个牛奶味 存这个牛奶的话 你可能导致它这个热卡不足了 它能量摄入不足 那小孩的话肯定生脏怀疑会受到影响 那如果是冲得很粘稠的话呢 那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它会水分不足 它摄入水分不足 特别是你如果夏天的话 它出汗有多的话 它水的摄入量就不足了 原来奶粉冲得太冲或者太愁 都是不合适的 而且还有着严重的危害 太冲会影响小孩子的消化功能 和肾脏功能 严重的还会引起淡质血症 那这样怎样冲奶粉才是对的呢 很多人可能以为冲奶粉很简单 先不几喝奶粉 然后对水冲开就OK了 但其实冲奶粉都有秘缺可言的 冲得太稀就不行了 而且冲得太稠就更加不好了 而且温度还要掌握得刚好 那我们为了令到小孩更健康 就特意去请教了专家 那下面就一步一步教下各位爹地妈咪 怎样正确冲奶粉 那首先第一步就要搞好个人卫生 要洗一下手先 那我们就需要少少水 然后就要吹吹吹吹吹吹吹 那你要将每一个手指的垃圾位置 去洗干净了 还有就是指甲位是最容易残留一些 骗骗的东西的 所以你指甲位也都要洗得干干净净了 那好了 用我们的清水洗完之后 就要抹干净手 千万不要濕粒粒地去冲奶粉 这样也会滋生一些细菌的 而这个时候在奶瓶的选择上面 一定不可以选择双胺的奶瓶 这样可以保持食用的安全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冲奶粉了 很多爹地妈咪可能以为 这个冲奶粉 要先将奶粉放入奶瓶里 然后再倒入水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要按照我们一定的量 比如说我们是 几克的奶粉 对我们几多毫升的水 那我们就要 比如说是120毫升 那我们就要先将 60毫升的水 先放入这个奶瓶里面 那水的温度也要控制好 40度就刚刚好 不可以太热 也不可以太冷 那我们刚才先煲了一壶水 就放冷了一下它 那看看现在的温度是怎样了 好的 是40度刚刚好是可以用的了 那我们现在就将这个水 就倒入到我们这个奶瓶里面 那量呢就是60毫升 不多也都不少 就刚刚好 冲泡奶粉最好的温度是37度 冲泡奶粉的时候一定要先倒水 透放奶粉 这样才可以保持浓度适宜 令到BB的消化和肾脏排泄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那现在呢 那我们就要开始兑奶粉了 那这个奶粉的量呢 都是有讲究的 那我们呢 在兑之前呢 就要先看一看它的这个说明标签 是多少壳的奶粉 兑多少毫升的水 多也都不可以 少就更加不行了 那我们呢 这一罐奶粉的量呢 就是4壳兑120毫升的水 所以我们刚才呢 就先准备了60毫升的 一半的水放置在我们这个奶瓶里 那我们现在呢 就需要搓4壳的奶粉了 那搓这个奶粉呢 也都不要用自己家里的羹 那好像呢 我们这个买奶粉的时候 它会配送一些羹 那就是一定的量呢 它是有配搭好的 那我们就用这个瓶子 去搓4壳奶粉 那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就要把它倒进去 4壳 好了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就搓了足够的奶粉 放入我们的奶瓶里面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需要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将蓋子盖起它 就左右搖房 千万不要 沿着这样搖房 或者是上下这样凹 那样会起 气泡 对我们小朋友 喝了都不好的 一定要左右搖房 那慢慢的 那样 那样 帮奶粉呢 完全溶解在水里面 那就行了 就记得要左右搖房 轻轻的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过大力 因为我们的水呢 是有40度的温度 可以足以溶解到我们的奶粉 所以我们呢 依然都是要用40度的水 去涂去的 好了 那倒垢了 它的标准量 4克奶粉 120毫升的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 盖子 然后 左右搖房 令到我们刚才倒进去的水呢 就跟刚刚的60毫升 对开了奶粉的水呢 完全融合 记得是左右搖房 千万不要起气泡 好了 那搖房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试温度了 不可以直接呢 就拿给我们的BB喝 因为怕辣了 40度的水呢 都是比较高温的 相对于我们BB 以自乱的皮肤来说的话 这个温度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要先测试一下 它的温度 那我们要怎样测试呢 那我们要怎样测试呢 当然不可以直接用我们的嘴 这样喝 那是没有用的 因为呢 第一点 我们大人可以承受到的温度 和小朋友是不同的 第二呢 就是我们口腔当中 也会存在细菌的 如果我们是直接用嘴试的话 这些细菌就会带到我们的奶嘴上面 然后呢 就会存在给我们的小朋友 那是不科学的一个 试奶的温度的方法 那我们整个方法是怎样呢 我们需要将这些里面的奶 然后通过这个奶嘴 就滴在我们手的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呢 它感温也是比较好 而且呢 在滴的时候呢 不可以将我们的奶嘴 碰到我们的皮肤 那只要隔着一点点的地方 然后呢 把它测一点点下去 那觉得这个温度刚好的话呢 那就可以适合我们的BB仔喝的啦 为了令到BB更加像是捉紧母乳的感觉 妈妈要根据BB的年纪 选择不同流量的奶嘴 三个月以下的要选择慢流量 三到六个月的选择中流量 而六个月以上的选择快流量 而如果要出去玩的话 一定要盖上奶中的常盖 这样才可以防止细菌的污染 现在市面上所卖的这些奶粉呢 可以说是花样繁多 什么品种都有了 那面对着这么多 淋淋种种各式各样的奶粉 我们的街坊朋友又应该如何挑选呢 它们又是怎样去选的呢 通过调查员的采访发现 一般大家会根据奶粉的牌子 和奶粉的价格来选择奶粉的 为了了解 还会考虑哪些因素 调查员来到了一间奶粉的专卖店 小姐我想问一下 平时的街坊朋友过来 买些奶粉给婴儿子喝 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一般都是牌子 他们看牌子的质量好些 婴儿养的质量好些 他们会更放心 最重要的是看牌子 大厂家卖得会比较烧一点 对 其实假设奶粉喂养的妈妈 可以根据自己信赖的品牌去选择 不过有时候都可以换下其他牌子 那不同品牌的奶粉和母乳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母乳和牛奶 比如我们的产品是牛奶多 牛奶和母乳 那就是母乳 人类跟动物是有区别的 消化系统是有区别的 母乳里面的各种 蛋白也好 脂肪也好 碳水化合物 微量染素 矿物质也好 它是适合我们于人类的 但是动物的话 牛奶是比较接近我们的人类 但是它对小孩的各方面的消化系统来说 它不是说 它都一定要经过改良了以后 才适合于我们人类 比如说 我们要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说 不饱和脂肪酸是有利于太阳的生长发育的 但是牛奶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低 所以说在配方的时候它就要做调整 包括我跟你说 蛋白质有乳清蛋白还有脂蛋白 那牛奶里面的脂蛋白 就是相对来说 我们的优质和脂肪酸的话 它相对来说是差一点 它这种就是代谢的复合会加 但是它这个蛋白的比例又不适合 它这个脂蛋白偏高 乳清蛋白偏低 所以说也不利于这个 原来奶粉和母乳最大的区别 在于蛋白质的含量不同 而且不同的奶粉的蛋白质含量 都是不一样的 那市面上的奶粉 蛋白质含量一般都是多少呢 调查员又来到了奶粉专卖店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 现在我们家伙朋友买奶粉的时候 会不会关心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 会的 都会 那好像我们一般的奶粉 它的蛋白质含量有多少 百分的十到二十多 十到二十多 那不同的奶粉它的蛋白质含量 会不会偏差比较大的 不会相差一二度 即是都是 0.1核二核三核 即是很小的 很小的 OK 谢谢班小姐 那经过刚才的採访 我们就可以知道 现在的奶粉它的蛋白质含量 就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 而我们国家的标准 就是百分之十二到二十 那到底这个蛋白质的高 或者是低的话 会不会对我们的小朋友有所影响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专家了 太低营养不良 就是需要蛋白不够 我们人体的需要的热能量 有百分之五十是来自于脂肪的 还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话 是来自于蛋白的 这剩下的就是它也是化合物的 你蛋白太低了 它肯定是这个 它这个生长过程需要蛋白质 那它肯定就发育不良了 那就是以前的什么大头孩子 那种就是 它这个蛋白很低 完全是假的 但是肯定是影响生长发育的 但过高了 但是它一个是就是会发育得太快 肥胖 另外的话 它关键它还增加了这个 我们肝脏和肾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负担 它不利于它们的成长 它始终才好 原来蛋白质含量过高不好 过低都不行的 而且劣质奶粉 就是由于蛋白质含量过低 容易导致大头婴儿的问题 所以都是母乳喂养是最好的 不单止可以提高小孩的抵抗力 而且还可以和小孩建立良好的情感 这个母乳呢 几乎是无菌的 而且不容易受到污染 而且温度也都刚刚好 因为吸的速度和量的话 都是根据我们宝宝的需求 增加或者减少 方便卫生建经济 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轻我们家庭的育儿压力 但只不过 如果在某些时候 我们的妈妈 有些什么头晕生气 例如说有些小病小痛 好像感冒发烧这些 又可不可以进行母乳喂育的呢 有传染性疾病的一些 突然有一个重感冒了 那这重感冒它就有可能感 通过这个空气来传播的这个 那肯定有 它不是不死疑来补乳了 那里面说你的乳腺炎那发烧了 这个情况也不适合 一般的来说 它有一个轻轻感的不舒服而已 这个就对这个母乳喂养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肝炎的话 现在的就是除了 就是说肝炎的话 其实它不是乙肝 主要是我们只要是乙肝 乙肝不是通过这个饮食 它是通过哺乳来传播的 所以说乙肝的话 就是说现在的论文的话 所有的这个乙肝的话 除非它是活动期的 就是说大山羊的 就是大山羊的 就是而且它是尴尬 就是转眉是异常的情况下 就是不介意哺乳 其他的比如小山羊 这些只要它肝功能是正常的话 都介意它是去哺乳的 原来是这样的 妈妈身体有些小小的不舒服 进行母乳喂养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大家不需要太过担心 那说完这个健康与不健康的问题 又遇到另外一个新的棘手问题 那对于一些上班的妈妈来说 要如何实现母乳喂养呢? 第一步 准备用具 准备好吸奶器和全奶工具 最好使用适宜冷冻和密封良好的硕料制品 好似母乳保鲜袋 其次为玻璃制品 最好不要用上金属制品 母乳中的活性因子 会附着在玻璃或者金属上面 降低母乳的养分 第二步 最好吸奶 可以在上班之前的一天 或者上班前将母乳擠出来储存 并在容器外面 贴上擠奶的日期和时间 即使再忙到我 妈咪都要坚持每三个小时 吸一下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 酱奶和鼻液量减少的情况 亦可以更加好地将母乳擠进去 吸出来的奶也可以储存起身 如果我们的办公室 或者是妈咪上班的地方 就没有这些冷藏设备 亦可以自备一个小小的冰箱 吸完之后 就将奶放在冰箱里 方便储存起身 然后收工之后 记得要马上给小朋友喝这瓶奶 如果他不喝的话 就可以暂时将它放在家冰箱的冷藏室内 第三步储存 装沐浴的容器要留点空隙 不要装得太满 或者把盖子盖得太紧 以防容器冷冻结冰而漲破 最好将沐浴分成细分 即60至120ml 冷藏或者冷冻 方便家人或者保母 根据BB的食量而喂食 不要浪费 并且要贴上标签寄上日期 这样小孩子就可以吃到妈妈的沐浴 从而不用担心奶粉的各种问题 而且还可以为家庭折省一不开始 所以生活调查团提醒观众朋友 可以母乳喂养 一定要母乳喂养 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后代更加健康 经过我们今期节目的调查 大家应该就会明白 母乳喂养对于我们的小朋友的健康成长 是更加有利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时代节奏就比较快 妈妈要兼顾着的工作压力也都比较大 但是最好就可以辛苦一点 坚持一下 尽量用我们的母乳去喂养我们的下一代 这样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是更加好 和更加有利的 那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也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重温我们的精彩内容 可以卡上新浪微博搜索生活调查团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